我们上午讲了孟子的心血 这是开端 然后我们又讲了禅宗的心血 用佛教的语言讲的心血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个心血在中国的最高成果 阳明心血 这个阳明心血第一层意思 就是我上午讲第一个命题 心就离 心外没有离 我上午也略略地讲了心外没有离的道理 我们现在做事情 每每凭借的就是心外之理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什么叫心之理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这四本书合起来叫 四书 第一本就是大学 大学这本书对于我们中国人 哲学修养 是第一本要看的书 这叫初学路德之门 这篇文字 是孔子的一个非常杰出的弟子 曾子所作 当然还有考证 死学的考证认为不是他所作 究竟作者是谁 这一点并不是很重要 他本来在礼记里边 收在礼记里边 后来到了陈一陈昊 就是二陈兄弟 这是宋朝的时候 把这两个兄弟俩一个叫陈昊 哥哥叫陈昊 弟弟叫陈怡 就把这礼记当中的大学这一篇专门抽出来 让它成为一本单独的独立的书 大学之后另一本叫中庸 曾子的学生子师所作 子师是孔子的孙子 孟子的老师 叫中庸 我们现在先看大学 先讲大学这件事 这本书 第一句话背得出来吧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旨与至善 这叫三个是吧 三纲领 三条纲领 什么叫大学 大人之学 什么叫大人之学 学作君子 跟小人区分 一般来说是什么时候开始读这本书呢 按照孔子的说法 十五岁 孔子说他自己十五字与学 有志于学问了 这个学是什么学作圣贤 学习圣贤的境界 十五岁开始 十五岁之后叫大学 十五岁之前叫小学 小学是什么呢 小学是什么呢 不是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小学 中学大学不是 小学在古代这是什么 一个孩子在海体时代 王 王阳明 那么就要读这本书叫大学了 大学就是大人之学 第一句话就是讲出了三条纲领 叫三纲领 明明德 清明 子与至善 什么叫明明德 两个名字是吧 第一个名字是个动词 我们本有明德 但是我们没没看到 他被遮蔽了 再把他拿出来 启发出来 让他彰显出来 那叫明明德 所以明德是什么呢 明德就是心之德 德什么意思呢 用英语来说 叫Vultures 学过英语的朋友知道Vultures 就是一个事物的什么 特征属性 或德性 它不等于伦理学概念 每个东西都有它的Vultures 我们的两朝腿的Vultures是什么 跑步 弹跳 我们头脑的Vultures是什么 思考 学习 那么我们的心的Vultures呢 叫明德 本有 然后遮蔽掉了 把遮蔽去掉 让他再次明明起来 那叫什么 明明德 那么明明德该如何明 第二句话来了 在清明 明 清明的明 就是人明生活 我们明明的不是个人 关在书斋里边 自己的苦思冥想 不是明明的 不是这个功夫 明明的 功夫 途径在哪里 在体察 体会 人民生活 为什么 道在哪里 天道在哪里 天道在人民生活中 到十五岁你就要领会了百姓的生活 人民的平常的生活 里边有道 这叫清明 然后直语至善 就最高的目标 就让我们的心 更天理一致 那叫至善 这是王阳明对至善的理解 什么叫至善 使我们的心 达到的最高境界 就是跟天理一致 叫此心 纯夫天理之急 急是什么 急的意思就是标准 心中 我们的本心 我们的明德 一旦明了 就回到明德中 叫明明德 我们就要修养 这个明明德的途径 修养的途径 就是清明 就是领会人民生活 领会人民生活 指向一个什么目标呢 让我们的心 更天理一致 这个心中所想到的东西 无业不是天理之标准 不参查任何的 小我的私欲 个人的偏见 清洗干净 把偏见 私欲 清洗掉 那叫纯夫天理自己 这种状态叫什么 至善 这是大学的三纲领 那么还有八条目 具体怎么来做呢 第一口 三纲领 不是 我们在长期尸 和水 小哥 范子 我们在长期尸 听说 风案 秃 领养子 一共是八個步驟 格物 自知 誠意 振興 修身 齊佳 治國 平天下 這叫八條夢 那麼朱熹也講大學 他就按照大學寫的這個順序 這時候他提出的格物之學 就朱熹教我們怎麼格物 朱熹是南宋人 南宋的思想家 王陽明是明朝的 少年時候的王陽明 曾經跟他的老師做過一個討論 他問他的老師 叫他讀書的老師 什麼是人生第一等的事情 老師回答說讀書作怪 讀書然後作怪 人生第一等事 王陽明 少年王陽明聽了不能接受 他跟老師說這不叫第一等事 那麼老師反問他 你認為第一等是什麼 他說著書 讀書 學作聖賢 他老師聽了哈哈大笑 你也太高了 太空了 我們做不了聖賢 我們好好讀書去做官吧 你看少年的王陽明 這個境界已經來了 第一等事讀書 學作聖賢 想要學作聖人 這是他說人生第一等事 那麼後來呢 不知道該怎麼學了 有一個人告訴了王陽明 有路徑的 這個路徑是什麼 朱熹教我們的 先從格武開始 什麼叫格武 我們要對事物進行觀察和理解 這個比如說我們看一根竹子啊 我們盯著他看 然後一定要想清楚 竹子為什麼成其為竹子 沒有成其為另外一棵 比方說樹 魚樹 他為什麼是竹子不是魚樹呢 這裡邊有一份竹子的理啊 你要把它體會出來 這一步做了再說自知 格武而後自知 自知而後議程 議程而後新政 新政而後生修 生修而後國治 國治而後天下平 這個步驟王陽明聽來覺得好 有信心了 原來聖人是可以學的 而且有路徑 第一步開始格武 他格什麼格主子 這是蠻了不起的一種努力啊 就是從個別中看到一般 我們永遠面對一根個別的阻止 是吧 要從中體會到阻止一般的道理 結果他格了 格了七天七夜 沒格錯道理來 倒是一生的病 格錯一生毛病來了 這時候他失去了信心了 要養病了 要養病就躲到道家學說裡去 開始養生 後來又接受了佛學 開始領會參宗 這是他做學問的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是朱西的學問 格武 每個成功 然後學學莊子的學說 學學老子莊子的學說 又學學佛學第二階段 禪宗給他極大的啟發 他已經科舉成功做一個官 但是在官場上被人摻了一本 是吧 然後皇帝把他貶 貶折 貶到哪裡去啊 貴州一個蠻荒之地 農場 貴州農場今天叫修門縣 當時是蠻荒一片 當時是蠻荒一片 做一個什麼官呢 管一個義戰 真是非常非常小的官了 他在那裡吃足了苦頭 那有一天 半夜三更 他頓悟 突然明白了什麼 盧家的格物自知的學說 格物自知 取捨我們自信具足 自信具足 不要去看外部的事物 不要求外物之理 心外無物 他終於 誤了這一段 激動的一般的人 非常激動 半夜三更大呼大叫去 驚動了周圍的人 把人家都驚醒了 這叫農場頓悟 頓悟之後的王陽明 開始講學了 講他的心血 他就走了一條背叛 朱熹學問的道路 朱熹的學問 讓我們去求那個什麼 從外部事物當中 去發現天理 王陽明突然明白了 這叫禪中的頓悟啊 天理不在外部事物中 在我們心裡 這是一件大事情的 有了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的 王陽明 開始講他的心血 跟朱熹對列 這兩派 一個叫陳朱理學 一個叫陸王心學 叫陸向山也是誤導 也是動物的 南宋的陸向山 跟朱熹 彼此相似 而且很好的朋友 但是在學問上對列 他們發生過一次大辯論 叫兒福智慧 辯論過一次 陸九元也就是陸向山 他也是動物 動物之後他大呼大叫 叫做什麼話呢 宇宙便是五星 五星就是宇宙 宇宙內四 接幾縫內四 幾縫內四 接宇宙內四 接宇宙內四 動物的 後來來那個 明朝的王陽明 夜動物 我們中國人要解決一個 破心中之賊的問題 是吧 陳朱理學指點了一條 什麼路 先從世界上的各種事物當中去 領會到天理 然後把他說明白 讓全體中國老百姓都懂他 然後來克服自己的個人私欲 這叫純天理 免能欲 這是踏破 朱西破心中之賊的方法和道路 問題坐在哪裡 天理如果在人心之外 在人心之上 脫離人心 他就是僵死的教條 他沒有力量 你認識他 也一樣 對你的生活和行為 生命實踐毫無影響 舉個簡單的例子 今天 那些跟父母對不公堂的兒女們 他們難道不知道孝之理嗎 作為一個中國人從小耳爐 這個道理吧 頭腦裡知道孝之理 有用吧 這個理在他的心之外 這個理在他的心之外 他照樣跟父母對一波公堂 爭奪財產 問題的關鍵在此啊 王陽明 陸向山王陽明發現 陳朱里卻走的路不對 他把天理高高在上的端在那裡 向老百姓解釋清楚 然後大家去服從他 那叫什麼 這個天理就成了僵死的教條 天理在哪裡 天理在哪裡 在人心裡 陸向山來講這話 後來王陽明 後來王陽明接著講這話 就是我上午引用的這樣一句話 王陽明的原話 那叫良知是吧 心之德 是什麼 明德就是良知 大學說良知 大學說良知 王陽明說良知 大學說明德 是吧 大學就不說明德 那麼在王陽明那裡叫良知 良知乃是天理昭明明明覺處 故良知就是天理 良知 良知是什麼 王陽明也帶兵打仗啊 有一次 他手下的人抓到一個大盜賊了 把他壓到王陽明面前 這個人做過許多上天害理的事 王陽明就跟他說 你做如此上天害理的事情 你良知何在 那個倒在蠻有意思的 王先生我就要你大明 我知道你天天說良知良知 你能不能把良知拿出來給我看看 他靠王陽明了對吧 王陽明說好 我現在就拿出來給你看 這樣我現在決定放了你 但你走之前有一個條件啊 把你身上所有的東西給我留下來 那麼這個倒在身上還有什麼東西呢 衣服了 這個倒在 看到王陽明願意放他 那個很高興 那麼王陽明底下人 開始搏這個倒在的衣服了 搏到後來 只剩一個褲衩的時候 這個倒在就叫喊出來了 王先生求求你 這褲衩就給我留下吧 他剛說完這句話 王陽明大喝一聲 良知當下呈現了 你不是要我拿出來給你看嗎 他就在你身上 就在你心裡 如孟子所說 修物之心 能皆有之 任何一個人犯了罪 或者犯下過色 他一定會有一個願望 是什麼 為自己這個行為做一個蝙蝠 對吧 他這個做蝙蝠的願望 表明他有修物之心啊 否則你蝙蝠幹嘛 為自己辯解幹嘛 修物之心人皆有之 好 我們現在看 王陽明說的這句話叫什麼 良知當下呈現了 請注意 當下呈現死的字 大思想家說話不隨便說 說良知當下呈現什麼意思 他不是頭腦中的推理 他不是經過了概念判斷推理 他叫當下呈現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的生命情感的真相 在此時此刻 不由自主的什麼呈現了 情不自禁的來了 所以這不是頭腦的事 這是心的事情 良知不是在頭腦裡 是在我們心裡 這個心裡邊是什麼東西 生命情感 頭腦裡邊是什麼東西 概念判斷推理 我們別誤解了良知 別以為他好像是西方哲學家 比如說德國的康德 所說的先天之色 不這個意思 良知是我們生命情感的本真的存在 那麼生命情感在哪裡 不在頭腦裡 在心裡 頭腦和心有區別 要說明頭腦和心的區分太容易了 比方說 有一個人戀愛了 後來又失戀了 失戀時分很大的痛苦 他無法排解 後來只有一個辦法 找到一個知性朋友 向他請訴自己這份色戀的痛苦 那個知性朋友聽了他的請訴之後 想勸他把這件事情放下 想想看該怎麼勸 沒辦法勸 後來那個知性朋友蠻聰明的 他想說一句話來了 跟那個色戀的人說 你要知道 天涯何處無芳草 這句話倒是符合理性的啊 他的潛臺詞就是 你如此鍾愛的那個女子 現在離你而去了 你很難過我能理解 但你要知道 她並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女子啊 那個色戀的人聽了她這句話之後 頭腦想通了 因為她完全符合理性 她頭腦想通了 她的頭腦做錯一個決定 把這件事情放下 她的頭腦剛剛做好這個決定 心裡又一陣的難受起來 李清造那首詞寫得好 死情無疾可消除 採下眉頭 卻上心頭 下了眉頭叫頭腦想通了 卻上心頭 心裡又來了 這就是頭腦和心的區別 頭腦和心哪一個更根本 心更根本 在頭腦裡邊活動的是概念判斷推理 在心裡邊活動的是生命體驗生命感受 試想一下我們是否可能用我們頭腦中的概念判斷推理 把我們心中的生命情感給它消解掉 不可能 這就是王元明 以及王元明前面的禅宗 再前面的孟子所講的心 博士西方哲學講的理性 理性是頭腦的工作 頭腦的能力 心是生命情感 生命情感的本真的存在 平時你看不到 它在關鍵的場合它突然爆發出來 那叫什麼 當下呈現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朱熙的理學 跟陽明的心學 對列在哪裡呢 朱熙的理學要用我們的頭腦去理解天理是吧 然後再訴訟生命世界 思想一下 我們頭腦中理解了一份道理 它能不能成為我們生命世界的動力 不可能 生命世界的動力來自什麼 心 就是生命情感 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去行動 去射見的動力 絕不來自頭腦 驅使我們去行動的 是情感的力量 而情感發自於心 這個發自於心的情感 要在它的本真的真相裡邊 那叫天理 那叫天理 這就是這句話的意思 心 解 理 此理非概念判斷推理 不是自然科學的定律 都不是 是生命情感的真相 是生命情感的真相 你首先掌握這一點 你就掌握了王陽明心學的第一個命題 心經理 好下面我們來問一個問題 在朱錫跟王陽明的學說 彼此之間的對列當中 對列在哪裡 朱錫告訴我們 天下先要有孝之理 人才會有孝清之心 哼 笑的道理呀 是不朽的 本來就存在的 我們沒有去認識他 所以我們不會笑我們的父母 那個孝之心 孝清之心就沒有了 孝之理帶來了孝清之心 這叫朱錫的 出發點 朱錫理學的出發點 所以先要把那些本來就在的理 不朽的理先說清楚 我們去認識他 我們去認識他 由於認識了這份天理 我們就有了生命實踐的那個心 有孝之理 於是產生了孝清之心 這道理對不對呢 王陽明一開始在年輕的時候 少年的時候相信了這一點 所以要去革悟 革悟而後自知 就是懂得天理 然後再去按照天理行動 有了生命實踐 其實不是這個道理 這個朱錫講的道理是不能成立的 我剛才已經講過 我實下中國社會有些醜惡的社會現象 這種醜惡的社會現象的發生 不是在於我們對你沒有了解 我們都了解 認識到比如說孝之理 問題是我們沒孝清之心呢 心是情感 是生命情感 我們討論一點哲學 比如說幾何學講圓的道理 那叫圓之理是吧 圓之理本身圓不圓 不圓的 講紅顏色的道理 比方說 紅之理本身紅不紅 不紅 那個圓之理不圓 你畫出來那個東西才圓 紅之理不紅 同意嗎 關於熱的道理熱不熱 不熱的 熱之理不熱 他沒溫度 他就是那個理啊 愛之理愛不愛 不愛的 愛的道理不是愛 或者說愛之理不熱可以嗎 愛是要熱的 愛之理怎麼會熱呢 好 王陽明把這個關係顛倒過來了 把孝之理跟孝清之心的關係顛倒過來 應該怎麼說 天下因為有孝清之心才會有孝之理 這個道理在哪裡 你查一查論語就知道了 孔子有一個弟子叫宰宇是吧 宰宇有一天問他的老師孔子 你祖上恢復周 你祖上恢復周 周裡當中有一條 如果我們的父母親去世的話 我們要福賞三年 三年是不是太長了 能不能短一點 孔子沒有正面回答他這個問題 孔子反問了在於 假如你父母親去世的話 你吃得好穿得好 叫食膚到衣膚井 雨如安否 你會心安嗎 宰宇回答說安 孔子就說了一句 如安則為之 也就是說 你如果覺得心安的話 你就自己去決定付上多少時間吧 宰宇得到這個答案就走了 宰宇剛一走 孔子冷不住說了一句話 欲知不能也 宰宇這個人不能啊 孔子拿什麼做標準 判斷出在於這個人不能 心安於佛 所以一個人質啊 也就是盧家的核心觀念人 他並不是一個概念 他是什麼 生命情感的真相 我們對父母的 愛從哪裡來 是因為我們親身感受過父母 父母親給我們的 關愛和恩典 我們在父母親的 關愛和撫養下長大 父母親給我們的恩典 我們親身感受過 如果我們還不去回報 我們會心安嗎 孝親之心就是這麼來的 它不是來自我們的頭腦 對對一份道理的認識 而是來自我們對父母親給我們恩典的親身感受 由於有這份親身感受 我們就要去回報 而不回報會心不安 安於不安 安於不安不是頭腦的事情 是心的事情 安於不安 心不安是有聲音的啊 這個聲音叫什麼 良知的呼聲 一、兩、三、五、五、六、五、到group 崙